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一字我们会和郭sir谈谈大事情况 以及家庭家庭观众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投资问题 记住打来28046566和我们谈谈 先看看公务现在上升的情况 刚才行指一度度升过 现在又回远一点,跌着22点 恒生指数现在做22810点 国企指数升84点,做9970点 大事成交暂时有205亿 这个时间我们看看家庭观众遇到什么问题 如何旁边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早晨 你好,早晨 有什么帮到你 郭sir,我想问一下 我偷北车来收了很多 现在全部都分配给我 现在应该如何部署 郭sir,见到北车的招呼反应 都不是那么热烈 散户那方面应够不足 而且要下限定价 明天就会上市 应该如何部署 北车本身的基本因素不差 因为未来中国的经济 如果要维持一个稳定增长 在基础建设方面 政策是要持续投放 其实早前来说 已经有8千亿的资金 在相关铁路的铺牌那边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未来中国的经济 如果你说在铁路运输方面 应该佔入的席位是相当重要的 北车这方面 去做的车箱 车架 和车头等等的技术 都是相当成熟的 优势一定有的 但你看回整个大市的气氛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还是很淡薄的 换句话来说 几年前很多年见到 新股上市一开出来 有20-30% 现在这一分钟肯定没有 再说 省户的申请的认购不足 亦令到有关方面 把定价以下限来定 这个对持货者 好像申请回来 其实就比较好 但不要想着 开出来会升多少升多少 因为大市气氛薄弱的话 我也见过有些股份 开出来只是微升几个百分比 甚至乎可能 会出现一个贴着招股价 这个情况 看看你是短炒 还是一个中线 如果你申请到北车 你作为中线投资 我没有意见的 实际上我也看好基建相关的板块 但如果你纯粹抱着短炒 我输赢我一定要走的话 那你就 首日就要看看表现多少 我觉得就算你 开出来比较高一点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幅度 因为市场的气氛实在太薄弱 可能相关股份 是要作一个中线少少的部署 往后的目标价 可以来定得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是有中线的心态 明天挂牌 后日的走势 下个星期会如何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但我现在觉得 如果你纯粹是短炒的话 而且中的股份 刚才你提到中的股份 中的股份 比你自己的月刑为多 而且资金方面有压力 开出来的输赢不大 就先走入盘先 市场气氛薄弱 这个真的没办法了 看回北车明天就会来挂牌 见到相关股份 今天的走势 都可以和大家看看 你先看看他们相关股份的情况 见到中国铁建 就升了接近百分之一 做六个六毫四 不过中交建 就要跟随大市跌了百分之一 不过中国中铁就挺厉害 今天升了超过百分之二 做三个七毫二 而和北车业务比较相近的中国男车 今日就现在微跌了两仙 做五个六毫半 旗下的男车时代电器 就靠稳升五千 郭sir 见到今天整个板块 都是个别发展 如果明天北车上 正如你所说 几个价次可能性 和招架差不多 又怎样呢 如果升多一点 比如升百分之五 是否应该先沽了它 如果你纯粹是短线的话 讲明先 纯粹短炒有五个百分之一 走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 但如果你有中线的心态 就不需要理会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如果明天开出来 我不是看淡 我也不希望跌穿股价 但如果碍于五月份的市 或者六月份的市 事实上世界杯即庄啟动 市比较淡静 在资金比较少流入之下 股价10个牛皮 就9个淡 10个淡市就9个跌 如果真的有比较低 我都会作一些中线的部署 分阶段慢慢去买 因为整个铁路的网络的发展 到最后是会由现在的四环四中 去发展到八环八中 尤其是北车本身的技术 或者各方面的水准是相当高 如果在铁路相关的板块里面 包括1766 或者北车等等 都是优质的选择 当然1766现在市盈率 大概是14倍左右 这些估值不是特别便宜 但老实说一点都不贵 我们家庭观众 他都是想问一些基建相关的股份 听听他问哪个 王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了两位 你好 我只是想问一下这186 但我都是抱有短线的心态 如果明天出北车上市之后 我什么价位可以走出去 你本身多少钱买的 我6.8 6.8买了 好 买少少价 今天中国铁建 现在升了百分之一 去到6.6毫半这个位置 买少少价 明天北车又有些消息带动 郭先生 这一支有点部署 其实都是上落市 给图你看看 升2毫子 升破10天 20天 50天 跌2毫子 跌穿10天 20天 50天 其实没什么意思 第一 你短炒 短炒一定要做风险管理 6.31 或者6.3 是近期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你就要留意 可能股价有机会试回5.8 甚至乎是5.8 留下的 因为5月份的市是先低后高 6月份是怎样 大家都不知道 很可能又会再反复 这个风险管理 六个三分钱 一定要做下来 好了 你问到我 纯粹短炒 现在目标多少 一个月的高位 暂时来说是7元 在阻止水平 无论如何 6.95至7元 这是初步的上升阻力 这么多次去到7元 都是受压 即是暂时 在6.3至7元之间 是处于一个上落等变的格局 明天是首位挂牌 会不会有点提振 咬腰回到6.97元 值得留意 如果纯粹短炒 6.97元 在阻止水平 你就要下车 因为现在市的成交还很小 我不觉得会出现一个升浪 或者一个中期的升浪 相反来说 5月份升了1,234点 我担心6月份的市场 又会趋向反复 这点你要留意 好 我们再听下下位家庭观众 下一位家庭观众 他想问493 这个国美典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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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帮到你 我想问一下 这个位置 我1.39元 1.79元 1.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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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股价跌了1.5% 其实是否与业绩有关 葛sir 其实最坏的时间应该过了 国美以前有很多零售店铺 由于市场占有率分数比较高 所以大家对他的看法还是比较正面 但后期内地消费模式转变了 很多人去到国美店铺 看完一轮后不买 然后在网上订购 因为网上订购便宜一点 所以国美现在的销售策略 都有少少改变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亦可以令到 在店铺的营运开支方面 着量去减少 相反来说 在网上那边的业务 正在是发展得比较好 早前的股价 大概由1.1元 抽升到1.5元 正正是反映这个因素 但抽升过后始终都要调整 在这么淡静的市况当中 股价是跌下多些 又跌下多些 现在这些分钟美中不足的地方 经过今日正式的下跌 已经轻轻跌穿了一条 比较重要的防守性支持 就是五十天线 不是代表跌穿的十天线 会有一个中期调整 但最低行度 股价的反复暂时很难避免 做一点风险管理 好吗? 你纯粹短炒的话 就留意过三的支持 如果过三失守的话 下一个防守性的支持 是会退守到大约1.24元 其实不是很多 几个先 捱不捱得到 你自己最清楚 暂时的阻力 应该是大约1.4到1.4元 左右 即是1.39元 应该是这个水平买的 技术上来说 升又升不太多 也跌得不太多 过三一旦失守 试一试一个摇摆 绝对有机会 换句话来说 一旦跌穿了 这个区间 尤其是这个区间买的货 捱得住 当然无所谓 捱不住 会止蚀 输少少便离场 到时估计会轻轻进一步反复 现在这分钟 已经跌穿了一个月的低位 技术上是转弱的 留意过三的支持 如果不对版 握得多的话 便先出三分一 如果纯粹握着很少货 是纯粹抱着一个短炒的心态 自己防守能力不足够 一跌穿过三个话 亦都要考虑指示 总的来说 是波幅事 上落不会太大 袁小姐可以考虑 那边问多个话 可以问多个话 当然可以 我想问2607 2607 是是是 上海医药 是吗 我未有一个 好 上海医药今天股价升得很厉害 他有两个药 在国家明察里面 升了4%股价上来 未来的消息 会否再带动股价向上 郭先生 其实不奇怪 因为股价不算高 只有13倍市盈率 还有13亿人口 现在财富效应相当强 而且大家对身体健康 都是比较注重的 一些优质的药 其实市场的需求是很大的 药业股来说 在内需市场 是占有很重要的一个环 加上再看看 股价由高台下来 已经跌了不少 这一分钟 已经回到10天和20天线之上 是已经转稳了 你想买的 现在这一分钟就入市 暂时的目标 短炒的话 看上去大概16元的水平 都不知道 如果纯粹短炒 做一些风险管理 早前有个低位 13个2毫6指 这是技术上的止损位 如果你是有心水 要买的话 现在这一分钟 你觉得买贵了 不要紧 你想买1万 你现在买4千股先 怎样都要上一尝试 因为形态有少少是转稳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成交疏落 老实说 就算股价再进一步向上走 都只是上落等变的格局 不会是升浪的开始 这一点对很多股份来说 都会造成一个上升的障碍 尤其是现在这分钟 好 好 袁小姐可以留意一下 郭sir觉得现价可以买入 不过福险管理 只设计应该买13个2毫6的位置 目标可以提提16元 我们组位家庭观众 王先生发电邮来问 关于这个388金山软件 他在27元买了 他就问应该怎样部署 见到今天金山软件 跟期的股价有些存稳的迹象 今天都升了接近百分之二 去到24元 会不会回到家乡 其实中线我不敢说 但短期来说就比较薄弱一些 因为整个互联网的板块 大家都知道 资金的高度集中是炒卖 都是腾讯 因为它有一个投机性炒卖的借口 一开五 股价也是升下多些 其实股价现价来说 真的不算太低 但你说到金山软件 27元买在跌穿25元那一刻 不对版就要考虑技术上的止损 因为由单位数字的股价 升到上33.5元 一年内已经升了几倍 由33.5元开始的回落 是属于一个中期的调整 一旦是再进一步下行的话 其实累积的跌幅是不会少的 幸好到21.3元 相对来说跌了12元一股 即是已经跌了30多个百分之二 我觉得一个中期调整 应该暂时告一段落 看这幅反弹到底有多少 27元买 如果短期要向上行的话 第一个技术上的阻力位是24.5元 即是股价一定要回到24.5元 或者站在24.5元樓上 才可以上望50天线 要是买入价 这分钟我暂时等等 没有放 因为一路上落等变 现在来到比较关键 低位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中期调整 如无意外 只是市场气氛比较薄弱 膠头比较淡静 如果你进一步向上推升的话 力度真的要配合才可以 以现在成交金额来说 大幅度上升的机会是比较微的 不过借着腾讯股价的转往 金山软件轻轻回上25.26元 我觉得仍有机会 至于能不能够回上买入价 即是27元或27元樓上 就要看往后大市的表现而定 我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去看 希望你不是持有太多货 中期后市没问题 都会升回上去 但短期来说 可能有波幅没升幅 有反弹没大升 目标价27元可能度 亦都可能差一点点未必会到 都不定 要留意一下 郭Sir如果做一些风险管理 金山软件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做止蝕 27元买的止蝕位应该25元 但这一分钟我不建议指示 因为中期调整可能已告一段落 好 这节时间到这里 好多谢郭Sir为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股票 解答了这么多家庭观众的问题 郭Sir刚才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好 这节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资问题 不要犹豫了 快点打来204656和我们聊一下 稍后见